电脑病毒攻击 现在会和大家讲一下一个所有电脑使用者都会担心的问题 电脑病毒 电脑病毒主要是指一些专门制造破坏电脑的程式 初期的电脑病毒主要是影响在电脑里面的资料进行破坏 例如将电脑里面全部或者部分资料删除 甚至针对作业系统进行破坏 令到电脑不能够正常地运作 而由于以前的电脑和互联网未普及 所以当时的电脑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影响是较为小 今时今日 电脑病毒的传播媒体 也由以前的磁碟、磁带 进化到电邮、网页等等 而由以前单纯破坏资料 进化到入侵电脑到取用户资料 或者利用被入侵电脑 对其他电脑进行攻击等等 根据犯罪企图的行为 大家经常说的电脑病毒 其实是针对恶意软体的同称 接着下来 会跟大家解释各种恶意软体的分别和特性 恶意软体大致可以分为电脑病毒 愚蟲和木马三大类 电脑病毒主要是执行档案里面 当受病毒感染的档案被用户执行 病毒就会被启动 既然进行破坏 而愚蟲和电脑病毒最大的分别是 愚蟲是利用作业系统里面的资料传送架构 去进行传播和破坏 不需要用户启动受感染的档案 都可以进行传播 而当成功感染电脑之后 大部分愚蟲都会建立一个组称 后门的通道 令愚蟲的制造者 可以透过网络去控制被入侵的电脑 而愚蟲在散布的过程里面 会因为需要不断尝试攻击系统 而消耗系统的处理器和记忆体的资源 有时系统就可能因为这样而单忌 在一些大型的网络上面 网络频宽也会因为愚蟲的攻击而减少 而最后会讲一下木马病毒 Trojan Horse 木马病毒和愚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两者的目的都是取得电脑的控制权 而两者不同的地方是 木马不会主动去散播 而是依附在档案里面 当使用者开启受感染的档案的时候 才会令到电脑受感染 这样的设计是用来减低不断散播 而被侵察到的机会 电脑世界日新月异 恶意软体也不断变得越来越设计精密 要避免电脑受恶意程式入侵 除了安装防毒软件和防火墙之外 也要确保防毒软件 有定期更新病毒资料库 更重要是令电脑使用者明白 尽量不要打开来力不明的档案 或者安装盗版软件 因为很多恶意程式设计者 都会利用盗版软件去散播病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